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产党是一个公平 公正 然后可以为他人着想的一个党派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很光荣的 而且也是以前 也想到以前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做出了一份很大的贡献 两次都是没有选出来 所以我现在觉得越是这样 我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在研究生之后会继续地去入党 去靠近这样一个党组织 所以并不是我本科生没有去入党 而是我自己可能是资历还不到 知识水平还不够 就是做得还不够好 按照我的观点 这个政权现在是既稳定又不够 想入党的这些年轻人当中的很大一部分 是从现实出发 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考虑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有信仰 我不能完全排除 关注目标到最后一部分的回忆 再理解水平还要离开 停 asking 再压态